全国中小学原定在8月30号开学 教育部24号召开会议决定 开学日要延后到9月1号 多两天做好防疫消毒准备 以及中小学教职员施打疫苗 但这听在家长的耳里简直快崩溃了 因为待在家里念能够玩的游戏全部都玩完了 8月底已经是零界点的边缘 家长就痛批了 每次都是临时被告知 完全没有配套措施 姐弟俩在家玩抖音 随着节奏摆出动作 坐在门前开箱上一片片外箱 音乐老师线上考唱歌 在家玩完了妈妈带上顶楼去走跳 教育部决定开学延到9月1号 家长听了全崩溃 我很无奈 因为其实已经也快两个月了 然后小孩都在家 其实我说真的全部重担 都是落在父母身上 全国中小学开学日 从原定的8月30号延到9月1号 原因是希望让学校有更周全的防疫准备 虽然只延了两天 但在暑假之前 家长已经撐了一个多月 小小孩幼儿园停课 在家更要费心照顾 防疫照护价一天天请 薪水变少了 家长觉得压力好大 5月19号全国进入三级警戒 教育部宣布 5月19到28号 全国各级学校停止到校上课 最后延长到7月12号 加上延后开学这两天 等于家长要撑105天 教育部基于 暑假要有完整60天的精神 现在史上最长的暑假 要再多个两天 家长就怕到时候又有变数 记者林郑坚王一仲台北报道